那说完纵向分工结构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进入第二个内容 我们来复习横向分工结构 它的相关内容 这个呢 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考点 所以我给的是三星 我们建议大家呢 要把它掌握到位 那么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 在我们过去 横向分工结构 既考过选择题 也考过主观题 考试题型的还是很丰富的 同时呢 考试的时候 既可能涉及教材原文的一些考核 同时呢 也会涉及一些相关的案例分析 那这里边注意 涉及案例分析的时候 它主要讲的或涉及的 都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内容 横向分工的基本类型 因为在横向分工结构当中 我们教材除了讲 横向分工基本类型之外 还会讲另外一个内容 讲什么呢 讲横向分工结构的基本协调机制 而我们第二个基本协调机制 这个考试量会非常的小 概率也非常的低 考试的时候呢 顶多也就是一道选择题 所以如果从总体来讲 我们这个地方主要的复义点 应该就是第一个内容 横向分工的基本类型 请大家把这个框架 逻辑性这个层次性 要把它掌握清楚 那下面呢 我先带着大家把第一个内容 横向分工结构的基本类型 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复习 这个地方要求大家 要通过听课要去理解 然后按照我们的建议 去有针对性的加强复习 那我们在这呢 先总体看一看 我们教材讲 横向分工基本类型的时候 它分了几种类型 给我们做相关的讲解 这里边注意 这个类型还是很多的 总是分了八种类型 分别是谁呢 创业型组织结构 职能制结构 事业布置结构 M型结构 战略业务单位结构 矩阵制结构 H型结构 以及国际化经企业 相应的组织结构 总是八种类型 内容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复习呢 我在这呢 先提一个简单的复习建议 我们复习这八种类型的时候 对于每一种类型 我们都要适当掌握 但是呢 从过去考试来看 我们再提个建议 什么呢 第八个内容 国际化经营企业 这个呢 考试概率会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教材文文字还比较多 所以对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 花太多身去复习 我在讲课的时候呢 就把基本的线索 给你点一点 你呢 自己稍微看一看 留个大个印象就可以了 不要花太多时间 那接下来对前七种类型 就要求大家要适当掌握 它相关的理论点 那我们怎么掌握呢 我们这样来掌握 复习前七种结构类型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 入手来复习 第一 我们首先要理解 每种类型 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这个是以理解为主的 把它搞清楚 在理解的时候呢 可以结合我的讲义 给你所画的每种结构类型 它的结构图 帮助你去简单理解到位 就可以了 那理解的目的是什么 理解目的是为了 帮助我们应对案例分析题 因为我们过去考试 在这个地方出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求你 根据案例线索来判断 案例当中这家公司 它适合选择什么样的 组织结构类型 或者是它选择的是什么 组织结构类型 这个呢 很大成分上都是靠大家 对相关类型的理解 那么这是我们建的 第一个层面的复习 那接着第二层面是谁呢 我们教材讲这些结构类型的时候 几乎每一种类型 都会给我们讲它的适用条件 或适用情况 这个适用条件或适用情况呢 不要求你背 但是呢 你能够把它对应起来 对应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说 也可以根据这个适用条件 再结合案例材料 我们也是做相关的案例分析题 这是第二层面 然后接着第三个层面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内容 什么呢 我们教材讲这些类型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讲 它们各自的优点缺点 或者所谓的特点 这个文字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明显的考点所在 在过去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的优点缺点或特点 我们曾经考过主观题 要求你做相关的默写 当然呢 这种考法是在若干年之前 在我们最近几年考试当中 像这种要求大家 直接去默写 什么优点缺点的考试题 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我们建议大家 对这些类型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可以不背 但是建议大家呢 要合理安排时间 要把它适当读几遍 因为我们即使不考主观题的默写 它也会在选择题 有可能会涉及到 那选择题涉及的时候呢 我们就涉及到某种类型 然后要求你判断 A B C 四个选项 哪个或哪些 属于它的优点呢 或属于它的缺点 那这些呢 都是把教材原文拿过来 要么直接照搬 要么把它改造一下 所以从应付这种题目的角度出发 对这优点和缺点呢 我们建议大家 还是要安排时间 适当的把它多读几遍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在这首先提出一个 总体的复习建议 建议了解之后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思路 我们再把这些类型的主要内容呢 再去把它整体的梳理一遍 那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种类型 叫什么呢 叫创业型组织结构 那相信大家从名字 就可以揣摩出其背后的含义 既然叫创业型 就意味着这种结构类型 所对应的企业 应该是刚起步的企业 那刚起步的企业 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的特点就说明 这个企业规模会比较小一些 那规模小 可以表现为 它的业务量比较少 也可以表现为 整个企业人员规模数量 也比较少 我通常会讲 这个企业呢 可能就是五六个人 七八条枪 然后呢 一起去扑腾 那么这是典型的创业结构 它所对应的企业情况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 我在这几年讲课的时候 都会举一个比较 形象生动的例子 帮着去理解 哪个例子呢 就是在若干年之前 我们中国大陆呢 有一个热包的电视连续剧 叫什么呢 叫武林外传 可能很多人呢 以前看过还有印象 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这个电视剧当中 是不是就是 那么几个主人公 我在这呢 把照片列出来了 每一集都是这些人 在那呢 去表演一个相关的故事情节 那我们发现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 这些人属于同样一个企业 哪个企业呢 童福客栈 是一个所谓的酒店业企业 那么对于这个童福客栈来讲的话 它的结构就属于典型的创业型结构 那怎么分析呢 我们下面可以把它简单分析一下 我们发现这几个人之间 是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的 其中呢 老板娘同相遇 她属于什么 她属于老板娘嘛 老板娘就意味着 她是一个同福客栈的头 我们发现在整个电视剧播出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每一集都是她说了算 干什么事 别人都得听她的 这是一个典型特点 然后接下来呢 剩下这几个人 分别扮演不同角色 那这些不同角色呢 其实也是代表 他们各自在整个同福客栈当中 他们起的作用 他们承担的责任 比如说 他是扮演什么 秀才是扮演一个记账先生 他负责管账的 但你会发现呢 当客人吃饭很多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呢 也会出来帮忙 帮着打打酒啊 帮忙弟弟菜 那就说明 他的主要岗位是记账 但是呢 有时候也会兼顾其他的工作 那同样道理 对于大嘴是干什么呢 他是后厨嘛 他是负责炒菜 做饭的实际的生产工人 分工很明确吧 但是你会发现 他有时候也负责什么 也负责采购 他需要去买菜来做饭 那接着 第三个他负责什么 那我们直观上可以知道 他是扮演的保镖的角色 我们这个客栈呢 我们要干什么 有保安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 他除了打架之外呢 是不是当客人吃饭多的时候 他也需要去帮助去 递底菜呀 送送饭之类的 最后一个就是 这位很熟悉吧 那他负责什么 他一般主要是负责 递底菜呀 电小二这种角色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结论 结论就是说 在整个这个客栈当中 人员数量非常的少 这个客栈所有的角色 都是老板娘一个人说了算 剩下计刑人 每个人呢 都有一定的分工 但是呢 分工并不是很明确 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多面手 都是可以同时承担 多个不同的责任和工作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创意性结构 它的主要的特征 请大家去把它加强理解 那因此呢 结合这个典型的案例 我们就可以抽象出 创意性结构 它的组织结构的模型图 那请大家呢 把这个模型图 要把它加深印象 不要求你背 但是有印象 我们发现 如果按照套用 我们刚才所讲的两个概念 管理层次管理幅度 我们可以发现 创意性结构 它的管理层次有几个 那就是两级 一个就是最高层管理者 不管你用总经理也好 用创业者也好 用老板也好 这都是无所谓 无非就是名称而已 对吧 然后呢 第二级别就是 我们所谓的一线的员工 那你就说明 在这种创意性结构当中 老板说了算 老板直接对每个员工下命令 员工只需要 直接执行老板的命令 这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抽象出来了 那抽象完之后呢 接下来 大家再可以结合 我们讲一总结的 原文的文字 把它适当把握下去 可以了 为什么要适当呢 因为创意性结构 在我们过去的考试当中 几乎不太容易涉及 它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按照教材所做的总结 所谓的创意性结构 有这样基本的含义的解释 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 对若干下属实施 直接控制 这是关键词 直接下命令 那就意味着 它的管理层级就是两级 然后下属实行 一系列工作任务 什么叫一系列 一系列意思就是说 这些下属员工 他们这有没有分工 他是有分工的 但是分工界限不明显 每一个员工 自己要负担 负责一探事情 但是同时还要兼顾 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我是一个其中一个员工 我可能主要负责 行政这块的工作 但同时 我可能也负责 员工的考询 我可能也负责 员工的最后的绩效考评 那么在忙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替总经理出筛 甚至可能到营销部 去参与营销策划 等等等等 那就是代表 一系列工作 它背后的含义 什么呢 有分工 但是分工不明确 那接下来强调 企业的战略计划 应该由中心人员来完成 该中心人员 还负责 所有的重要的经营决策 那这里边所讲的 中心人员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创业型结构 所对用这个企业的 最高层的决策者 我们老板也好 CEO也好 总经理也好 就是他 那么这是他的基本含义 对于创业型结构 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它的弹性会比较小 缺乏专业分工 成功呢 主要依靠就是 这个所谓中心人员 这个老板 他个人的能力 他个人的资源 和他的人脉 这个相信大家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创业型结构 它的基本特点 就把它总结清楚了 那总结完之后 请记住 它的适用情况 它一般适合于 小型企业 这个我想不用解释 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第一种类型结构 就把它简单解释清楚了 那我们知道 创业型结构 一般是对应小型企业 但是呢 企业总是在 不断发展变化的 那随着企业的发展 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 规模越来越大 有一个表现 什么表现呢 一个方面 企业的业务量 会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呢 员工队伍的规模 也会越来越大 比如说 有过去五六个人 可能扩充到了 几百号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这个企业 仍然是按照 创业型结构去运转 是不是就会这样 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还是有老板 一个人 直接命令 每一个下属员工 过去五六个人 我直接命令 这很容易 但现在呢 如果扩充到几百人 还是有老板 一个人去指挥 每一个员工 那你想 这个老板肯定就 忙不过来了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相关的企业 就会考虑干什么 就会考虑 按照职能 我们经专业化分工 专业化分工之后呢 就成立相关的职能部门 每一个部门 都会指定专门的负责人 来负责 该职能与相关的工作 那如果我成立职能部门了 也就有专人来负责了 那就意味着 我们企业最高层的管理者 比如说这个老板 这个CEO 是不是他的很多精力 就被释放出来了 那释放出来干什么呢 他就可以主要思考 整个企业发展的大事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 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种类型 叫什么呢 叫职能制结构 那请大家把名字把它记住 而且你要知道 从整个组织结构 发展变化的历史来看 职能制结构呢 我们一般认为是最经典的结构 为什么叫最经典呢 因为自打它出现之后 它就一直存在 我们后续呢 还会学习很多复杂的结构 但要记住 不管是怎么复杂的组织结构 在它的构成当中 一定会有职能部门的存在 所以它是最经典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教材 对职能制结构 所给的一个基本的界定 这个界定呢 其实我刚才都已经大致解释清楚了 它这样来说 按职能进行专业化分工 每一个专业职能部门 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 那因此呢 企业高层管理者 比如说总经理 就可以从日常的事务当中 被解放出来了 那他就会有大量的精力时间 对不对 那他干什么呢 我经常会说 那这时候呢 这个总经理呢 就可以喝喝茶呀 找人打打高尔夫啊 但你要记住 喝茶打高尔夫吃饭 这都是表象 在这个表象下边呢 主要表现为这个总经理 需要借助这种场合 去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 比如说公司怎么去发展 公司下边的两个职能部门老总 产生矛盾了 我怎么去把它协调下来 我这个公司呢 跟其他的机构 其他的企业 我们怎么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等等这种大事 那就是说我们教育这句话 更加关注职能协调 企业环境和发展战略问题 那么大家把它实际上了解到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关于职能制结构 它的基本的含义 把它了解到 了解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要记住 职能制结构 适合什么类型企业 教材呢 给出明确的说法是 单一业务企业 就是我这个企业呢 是单一业务 所以我就可以成立职能部门 但是要知道啊 单一业务可并不代表 这个企业只有单一产品 我可能是单一业务之下 生产好多种不同的产品 这个大家思路 把它梳理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职能制基本特点呢 把它梳理清楚了 那梳理完之后 接下来 我们请大家呢 再去稍微的去感觉一下 职能制它的组织结构图 我们看到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做的表述 我们抽象出来的职能制结构 从管理级别来讲是几个级别呢 应该是三个级别了 比创业型多了一个级别 怎么办呢 强调首先有最高级别 总经理 接下来呢 按照专业化分工 成立不同职能部门 因此出现第二个级别 就是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包括人力资源的经理啊 营销部门经理啊 生产部门经理啊 那接下来在每个职能内部 是不是就会出现一线的员工 所以说职能制结构 从它的管理级别来讲 是典型的三级制管理 把它理解到 这就可以了 那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看 教材给我们总结 职能制它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那这种大量的优点 缺点文字就开始出现了 请大家呢 要安排好时间 我们争取通过听课 先简单理解一下 然后呢 在课下主要是通过阅读原文的形式 把它加强巩固 那我们先说 职能制的优点 优点有四条 第一条强调 能够通过集中单一部门内 所有某一类型的活动 来实现规模经济 这是关键词 那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类似思路了 如果能够实现规模经济 就意味着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可以有效降低相应的管理成本 非常清楚吧 但是它是怎么形式 来实现规模经济呢 就是因为职能制 是按照专好分工 成立职能部门 那同一个职能领域的工作 一定会集中到同一个职能部门 来集中进行 那它的量就会非常的大 量大了 就可以享受规模经济 带动管理成本的下降 这是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优点呢 强调有利于培养职能专家 这个职能专家 说白了讲 就是每个职能部门的专业人员 比如说营销部门 有专门的人来做营销 财快部门 有专门来做财快 当然生产部门 有专门做生产 这就是分工它的好处 因为每个人 都是在一个特定职能部门 重复做相关的工作 所以说对该职能领域的专业知识 它已经掌握了非常的透彻 非常的熟练 那就形成了所谓的职能专家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的提高 这是想要我们第二个优点 然后第三个优点呢 强调按照专业化分工 我们成立职能部门之后 每个人员都在一个特定的职能部门 一个特定的岗位上去开着工作 那么在这个岗位上呢 它每天都是常规和重复性的任务 那就意味着我每天都做相同的事情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越来越熟练 越来越熟练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经验就越来越丰富 那经验越来越丰富 可以干什么 我们效率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 这就是它的第三个主要的优点 这个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座的各位不知道看过没看过 很久以前有一个电影叫 《摩登时代》 卓贝林演的 那在那个电影当中呢 卓贝林扮演的是什么 扮演的是个产业工人的角色 这个产业工人呢 就是在一条大规模的流水线上 做一个专业化分工 就负责一个具体工作 干什么 就负责拧螺丝 有印象吧 由于他每天都重复这个动作 所以最后呢 他就变成那种神经质的表现 下班之后呢 见到这种圆的东西 还想去拧 他用这种夸张的手法 来讽刺这种资本主义 大生产的弊端 但是呢 这个镜头和这个情节 就是填出这个效果 告诉我们 它的效率会大大增加 那接着第四个优点强调 董事会便于监控各个部门 大家呢 不要死记 这个地方所讲 董事会指什么呢 其实指的就是 职能制这种企业 它的企业的最高级管理层 它呢 就可以进行有效的监控了 这个有效监控是跟谁比呢 和创业型去比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创业型结构 是由最高级管理层 直接命令每个下属员工 如果我的企业呢 有几十号人 那这个最高级管理层呢 就去命令监控每一个员工 这工作量会很大 现在呢 我们成立职能部门了 可能几十号 上半号员工 就分成了五六个职能部门 那是不是意味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最高级的管理层 只需要控制好 这几个职能部门的 负责人就可以了 他没有必要去 直接监控每个员工 那因此呢 在监控 在监督的过程当中 整个的工作效率 就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第四个优点 它背后的含义 把它简单数据清楚 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优点呢 就把它解释完了 优点解释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看 它相关的缺点 缺点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职能制的第一个缺点 强调由于它对整个企业 内部的业务流程 进行了过度的细分 也就是说 做了比较充分的 中业化分工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协调不同职能部门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问题 而且呢 你要记住 这也是职能制最大的缺点 这个好理解吧 因为我前面已经表达过 类似的思路了 也就是说 我们按照中业化分工 成立不同职能部门之后 那你会发现 不同的职能部门 它在思考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都是站在 本职能部门这个角度 去思考的 比如说 面对同样一个角色问题 营销部门 是在营销角度来思考 财块部门 是在财块部门来思考 他们思考问题角度不一样 那角度不一样 就意味着 我们就需要进行协调 对不对 但是呢 协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想象它的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个缺点是谁呢 难以确定 各项产品产生的盈亏 这个呢 稍微不太好理解 我稍微解释解释 你听一听 有个感觉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抠它 它意思就是说 按照前面我们的总结 职能制结构 适合单一业务企业 但是我也强调过 单一业务 并不代表是单一产品 有可能在这个单一业务范围之内 我生产进了好几种不同的产品 我举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呢 同时生产了 A B C 三种不同的产品 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企业做利润核算的时候 我们首先呢 可以把企业整体的利润 把它核算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讲 我们除了知道 企业整体的盈利之外 还需要进不了解 A B C 三种产品各自的盈亏 但这里边就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呢 因为有些职能部门 它所发生的成本费用 我们其实很难准确的 归集到A B C 三类产品上去 我们举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营销部门 经过申请批准 我们举办了个活动 什么活动呢 我花了一千万 在中央电视台 做了一个企业形象的广告 记住 不是产品广告 是企业形象广告 树立整个写的形象 那我就问你了 当我们最终去核算的时候 这一千万的营销费用 我们怎么在ABC 三种产品上进行分配 进行归集 这边就有问题了吧 虽然呢 我们相关的采管教材 讲过扯门归集的问题 但你会发现 不管是什么方法 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那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很难确定 各项产品的 它的真正的盈亏 那如果很难确定 或者呢 确定不准确 那我们相关的管理角色 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缺点 然后第三个缺点呢 它可能会导致 职能间会发生冲突 这一点呢 跟第一条非常的接近 因为我说过嘛 不同职能部门 他们思考问题角度 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是站在 本职能部门角度 去思考问题 他们都是考虑 本职能部门的利益 所以说它有可能会产生利益的矛盾 产生摩擦 那这种矛盾和摩擦 就可能会导致整个企业的整体力 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内耗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接着第四个缺点强调 等级层次以及呢 极权化的角色机制 会放慢反应速度 那我们要知道 这条是相对于谁呢 相对于低种类型 创业型结构 因为我们说过 职能制结构 是不是多了一个管理级别 多一个管理级别之后呢 整个的决策过程 一定会有所放慢 就把它知道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职能制结构 它的基本思路呢 就把它解释清楚了 请大家呢 再去把它实际强化一下 说完职能制结构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一个企业按照职能制结构 运营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知道 企业规模呢 还会进一步扩大 那随着规模的扩大 我这个企业呢 就可能会增加新的业务 出现新的业务 出现了不同产品 不同服务之后 那我们职能制结构 它的很多缺点呢 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所以接下来呢 就出现了第三种类型 就是在职能制的基础之上呢 演化出来的第三种类型 我们教材总结为叫 事业布置结构 那么大家把名字呢 先记住 那接着呢 我们看看什么叫 事业布置结构 教材给出一个定义 但坦率的讲 这个定义呢 跟没解释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教材这样来说 所谓的事业布呢 就是按照产品服务 市场或地区 定义出不同的事业布 这叫事业布置结构 你会发现 其实跟没解释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呢 下边这两句话 我们稍微了解到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成立了不同事业布之后 事业布跟公司总部之间 要记住 它有个分权的过程 分什么权呢 在成立事业布之后 公司总部 它主要就是负责 总体的计划 不同事业布的协调 以及呢 公司整体资源的有效配置 负责这些大局大事 相应的 每个事业布 它就负责具体的运营 每个事业布内部 还要成立相关的职能部门 因此呢 还要去完成 相关的职能的任务 职能责任 那就代表说 事业部和总部 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工 这个分工的过程呢 其实也是代表 一种分权的过程 所以大家呢 把它梳理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 首先把事业部 一个简单的界定 那这个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 你要记住 按照我们一般的总结 成立事业部之后 如果抽象出 它的组织结构图 那就是这样一个图形 那我们可以观察了 在这个组织结构图当中 它有几个管理级别 就变成四个管理级别了吧 最高层的管理者 事业部的负责人 在事业部内部呢 还要成立职能部门 在每个职能部门 还会有一线的员工 因此它是四个管理级别 比职能质呢 多了一个事业部 这个管理级别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组织结构模型图 所以把它有个感觉 这就可以了 那了解完之后 接下来呢 你要记住 按照我们教材所给的界定 事业部呢 按照成立事业部的不同标准 它进一步呢 又分成三种类型 分别就是 区域事业部质结构 产品品牌事业部质结构 以及呢 客户细分或市场细分 事业部质结构 那请大家呢 一定把这三种细分的类型 要能够把它准确的 把它记住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有可能答案 要求你写的非常细化 不光是说事业部 还要具体讲 到底是区域的 还是产品品牌的 所以把它数量的数理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教材又紧接着 围绕这三种细分的结构 分别给我们做相关的介绍 那我们也把它展开复习 那这里边 我们先看第一种类型 区域事业部结构 它的含义呢 非常简单 就是按照企业经营 所附带的不同区域 我们成立区域事业部 每个区域事业部 就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内部 相关业务活动的开展 所以如果画一个模型图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还是四个级别 但是呢 在事业部这个级别 它就叫区域事业部了 什么什么区域事业部一 什么什么区别 事业部二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图 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有个感觉 那我下边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这是我们国内一个很著名的房地产企业 绿地集团 那这个集团呢 在成立组织结构的时候 就是按照事业部来划分 而且呢 它就是典型的区域事业部 那我就举例子了 比如说 它会成立苏南事业部 会成立安徽事业部 会成立的东北事业部 还有很多其他的区域 这就是典型的区域事业部结构 那在每个特定区域都成立事业部之后 那我们知道 这个区域事业部就负责 在该区域的具体的业务的运行 同时 在这个事业部内部 一定会进行专业化分工 成立相关的职能部门 每个职能部门内部 就会有相关的岗位 来安排相应的人员 那这就叫区域事业部 它的简单说法 大家呢 再去把它感觉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感觉完之后呢 接下来围绕这种类型呢 我们就要才给我们总结了 它各自的优点 缺点 以及它的适用情况 那我们在这呢 把它整体讲解一遍 区域事业部的优点 有这么三条 第一 在企业 与其客户的联系上 区域事业部制 能够实现更好更快的 地区决策 为什么能够实现更好更快 这是跟谁去比 把它搞清楚 跟谁比呢 跟前面讲的 职能制结构去比的 因为如果我是成立职能制部门 那你就发现 我们总部呢 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区 比如说我们总部在北京 但是我的客户 可能在哪呢 可能在广州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的客户 这个市场出了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是不是意味着 我必须有公司的总部 有北京 我们派人到广州 然后呢 去跟他连续 去跟他协调 去跟他解决 那这个距离的空间呢 就会导致很麻烦 现在呢 我们在传统职能制基础之上 我们成立的区域事业部 比如说 就在广东 成立的广东事业部 那是不是意味着 广东省内的客户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没有必要由总部来解决了 直接由广东事业部 直接跟他接触 直接来解决 所以说呢 就能够实现更快 更好的这种决策 非常好理解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与一切只有总部来运作相比 建立地区工厂或办事处 也可以削减一些成本费用 那这里边呢 先辨析原文的词汇 原文所讲的地区工厂 或所谓的办事处 其实呢 就是指区域事业部 因为区域事业部 在现实当中 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就是一个加工厂 我把它建议为是个区域事业部 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办事处 但是呢 我也把它建议为是一个区域事业部 就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所以呢 我们第二优点怎么理解 理解就是说 如果没有成立这种区域事业部 在各个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 一定是由总部来直接处理 那这里边就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原来呢 没有事业部 广州出了问题 总部在北京 我派人要飞到广州去解决 几个人之后呢 再飞回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有所谓的差旅费用啊 通讯费用啊 等等这种费用的发生 现在呢 如果我成立了广东事业部 是不是意味着 当地发生事情 广东事业部直接就可以解决了 那我就没有必要有总部 再派人来回跑 来回去沟通 因此呢 就可以把相关费用 把它有效的节约下来 就把它理解到位 但是呢 对这个费用的节约呢 大家可以辩证去看待 因为按照我所举的例子 成立广东事业部之后 虽然能够降低某些成本费用 但是同时呢 也会增加一些其他的成本费用 没错吧 广东事业部肯定有人员 有办公地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相关的工资啊 水电租金啊 这些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 所以说呢 这里边要辩证的把它理解到 就可以了 那接着 第三个优点强调 有利于海外经营企业 应对各种环境变化 他特别强调海外经营企业 为什么强调经营海外企业呢 就是因为 我们做海外经营的时候 我们距离会更远 而且呢 不同国家和地区 它的环境相对来说 变化更快 因素更复杂 风险也更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按照区域 我们成立区域事业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应对各种海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就会大大的增强 就把思路数理清楚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是我们三个优点 那相应的 区域事业部呢 也有缺点 两个缺点 第一 会有管理成本的重复 这个管理成本重复指什么呢 指的是 区域事业部跟公司总部 在某些职能领域会产生交叉 会产生重叠 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比如说 按照前面我们所学过的知识 成立区域事业部之后 那么区域事业部内部 一定会成立职能部门 没错吧 那我们公司总部呢 我们知道 我们也会保留一些必要的职能部门 特别是核心的职能部门 比如说公司总部 我可能有财快部门 这是必须的 可能还有法律部门 可能还有信息部门 对吧 那我们就举简定例子 比如说有财快部门 而每个区域事业部 是不是也会设财快部门 所以说 总部跟事业部 就会出现这种管理职能的交叉 或者重叠 那这种交叉重叠 就会导致管理成本的重复 这是第一个缺点 所以看到在现实当中呢 很多企业都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呀 不同的进措施啊 来解决这方面的存在的问题 然后第二件就是 难以处理跨区域的大客户的问题 强调是跨区域的大客户 那怎么理解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可以理解了 那举什么例子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海外经营的企业 总部呢 在北京 然后呢我们在美国成立了区域事业部 在欧洲也成立了区域事业部 我们分别去开展相互的运营 但就发现呢 我们正常运过程当中 可能会面对一个大客户 这个大客户呢 也是全球运营的客户 他也是全球运营 有意味着 他在美国有业务 在欧洲也有业务 那是不是说明 他在这两个地方的业务 应该分别是由我们不同的事业部来对待 美国的业务 跟我们美国事业部打交道 欧洲的业务呢 跟我们欧洲事业部去打交道 那我们知道了 两个不同的事业部 对待同一个客户的时候 他的措施可能会不太完全一样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很难协调 很难去处理 这些大客户的相关事务 还让他统一处理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他的两个缺点 再把它巩固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知道一下 区域事业部 它的适用情况 这句话呢 请大家把它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还是很简单的 谁呢 企业在不同的地理区域 来开展相关的业务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一种类型把它结束掉了 那这个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具体类型 叫产品品牌事业部结构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 这种类型呢 强调在划分事业部的时候 是按照你这个企业 所经营的不同产品 或不同品牌 来划分相关的事业部 那就意味着 每一个事业部就负责一个特定的产品 或特定品牌的全部运营 这就是这种类型的含义 那接着我们展示了一个理论模型图 跟前面都是一样的 也是分成四个管理级别 只不过呢 在第二个级别 事业部的时候 它是叫产品或品牌事业部 非常简单 那下边呢 我再给他补充一个简单的案例 这个案例呢 也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国内一家企业 就是去哪往 那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学生在若干年之前 在去哪往实习的时候 他给我提交的实习报告 对去哪往整个组架构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把它拿过来 作为案例提供给大家 当然呢 现在它的结构 可能跟我的案例呢 稍微有点不太完全样 可能会进行一定调整 但是我们不用管这个变化 只需要按照这个结论 知道它的含义就可以了 那对于去哪往来讲的话 它也是成立事业部 来做相关的组织管理 但是它成立事业部的时候呢 就是按照它旗下的产品线的不同 成立了不同事业部 比如说包括呢 机票事业部 酒店事业部 无线事业部 门票事业部 度假事业部 以及目的地事业部 那我们发现 这就是代表它所提供的 不同产品或不同的服务 在这基础之上呢 每一个事业部内部 又按照职能分工的要求 去成立了相关的职能部门 或职能小组 接着就会有一线的员工 这是典型的四级结构 大家把它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边呢 再去进一步复习一下 产品品牌事业部 我们教材给我们总结的 有关的优点和缺点 包括它的适用情况 请大家呢 适当理解 重点以原文去把它强化 优先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 生产与销售 不同产品的不同智能 和工作 可以通过事业部 或产品经理 来予以协调和配合 这个字面呢 翻译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不是很好理解 大家尽量知道下去可以的 它意思是说 我们成立产品和品牌事业部之后 与同一个产品和品牌 有关的不同职能部门 或不同的活动 我们都归在同一个事业部里边去了 所以说 这些不同职能部门 和不同活动的协调 我们通过这个 事业部的经理 也可以叫产品经理 就可以把它有效的协调下来 这个呢 要比是跟谁比呢 跟我们过去的职能质相比 要更加便利 这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个优点呢 每个事业部都可以集中精力 在其自身的区域 那换句话来讲 每一个事业部 都是独立负责 某种产品 或某个品牌的运营 它只要把这个产品 把这品牌做好就行了 它不用考虑 其内部其他的产品 或其他品牌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一种这个思路 那这个呢 我也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去哪儿往 有这些不存产品 跟服务部门 那你会发现 像前面所讲到 机票事业部 那你就把机票预定这块 把它做好就行了 你不用考虑什么 酒店的预定 无限的相关东西 对不对 那同样道理 酒店预定这个事业部 你只要把酒店预定 这块把它做好了 你也不用考虑 其他的事业部 到底怎么办 那么这就是他的 第二个优点的表现 那接着 第三个优点强调 易于出售 或关闭基因不善的事业部 为什么易于呢 就是因为 如果某一个产品 或品牌事业部 我们进的不是太好了 我们把它关掉 把这产品品卖掉 那对我其他的产品品牌 事业部呢 不会造成相应的影响 或影响不会太大 那我在这呢 给他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宝洁公司 宝洁公司呢 我前面说过 是全球最大的 日用消费品生产企业 它旗下呢 有很多好的品牌 在我们中国大陆呢 在前些年 他曾经取消过几个品牌 而对于他来讲 他的组织架构 其实就是按照品牌 来成立事业部 那我就问大家了 我举一些 他取消过的品牌 你看你知道不知道 哪个呢 他旗下曾经在大陆 有一个食品的品牌 叫什么呢 叫品克薯片 在座肯定吃过的 品克薯片 过去属于宝洁 后来宝洁把它卖掉了 那就问你 宝洁把它卖掉了 你作为普通消费者 你了解这个背景吗 卖掉之后 对宝洁其他产品 产生冲击了吗 对它飘柔啊 海菲斯啊 有冲击吗 没有任何的冲击 这是个典型的例子 然后呢 在若干年之前 宝洁在中国 还有个洗发水品牌 叫什么呢 叫润盐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他是在2001年 02年左右 在中国大陆 推出一款洗发水 但你会发现 他后来也把它取消掉了 因为盈利状况 达不到预期 把它取消掉了 那你可以知道 把润盐取消了 但是他原来的品牌 盘庭 海菲斯 沙轩等等等等 还是运营的非常的好 对其他品牌产品事业部 不会造任何的影响 那这就是想要我们第三个优点表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它的缺点 缺点有四条 第一条 各个事业部为了争夺有限资源 而产生摩擦 这好理解吧 有这么一个线索 第一 企业整体的资源是有限的 包括人财物 第二呢 每一个事业部都具备相对的独立决策权 来独立运营相关产品或品牌 那我们知道 每一个事业部呢 都会想方设法争夺更多资源 来不断提高自己事业部的绩效 但你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限的资源不就产生了争夺这种局面吧 我们常说 叫僧多周少 那这种内部的争夺 就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 那因此呢 我们产生效果就出现了 摩擦就会出现 这第一 然后第二呢 各个事业部之间 会存在管理成本的重叠和浪费 跟前面区域事业部思路是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产品品牌事业部 都会成立相同的职能部门 都会有财快部门 这样的话呢 管理职能部门 管理职能 产生重叠 产生交叉 那就会出现成本的浪费 然后第三 如果产品事业部数量非常的大 则难以进行协调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 有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上百个产品或品牌 那我可能成立上百个产品品牌事业部 那作为公司总部 我要协调上百个事业部 事业部难度会非常大 也会产生协调的问题 那最后可以强调 如果产品事业部数量非常的大 那事业部的高级管理层 会缺乏整体观念 记住 是事业部的高级管理层 会缺乏整体观念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的事业部很多 几十上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个事业部的高级管理层 主要关心的就是自己这个事业部 我怎么去把它做好 提高我自己的绩效 没错吧 所以说 他根本不会考虑其他事业部 也就意味着 他只考虑自己的个体的利益 而不会过多考虑 整个企业整体的发展的前景 这就是强调他整个这个思路 所以说不理解整体的发展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产品品牌事业部 四个缺点 把它简单梳理了一遍 那有点缺点呢 都梳理清楚了 那接着呢 请大家再去关注一下 它的适用情况 对于这个适用情况呢 我请大家稍微辨识一下 就这个地方呢 不要去死背 教材原文章来说 具有若干生产线的企业 那我就可以成立 产品品牌事业部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 这是教材翻译的 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在现实当中呢 我们企业没有听说过 或者很少听说过 按照生产线来划分事业部 那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换个词去理解 换什么词呢 按照产品线来划分事业部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呢 可能是经营了多种不同的产品线 那我就可以按照产品的差别 来分别设立产品或品牌事业部 大家把它理解到 这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去撕抠 也没有必要去死背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二种细节类型 产品品牌事业部 帮助大家把它简单梳理了一遍 接下来就是第三种 称之为叫客户细分 或市场细分事业部 这种类型跟前面两种呢 从它的划分来讲 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呢 划分标准不一样 从它的整个结构的模型图来看 也是差不多 也是分成四个管理的级别 其中呢 第二个级别 涉及事业部这个级别的时候 它的名称就会发生改变 它可能是按照不同客户 或按照不同市场 我们来区别这些不同的事业部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三种类型 那在这呢 我也是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离我们可能相对比较远一点 是新加坡的一家公司 是大华银行 那这个银行 在设置自己事业部的时候 就是按照客户来设置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划分成呢 划分成中小企业银行部 企业银行部和个人银行部 这就是按照客户的不同规模 我们划分了不同的事业部 所以典型的我们第三种类型 当然 我们在划分事业部的时候 除了按照客户规模之外 我们也可以选择 按照客户的不同性质 比如说 划分成金融类客户 划分成教育类的客户 政府类的客户 等等等等 那不管怎么样 都是按照客户来划分 我们自己的事业部 那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三种类型 那这种类型的含义 我们理解了 但是要记住 我们教材对于这种类型呢 并没有给出更多的理论知识的阐述 比如说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这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呢 也就不再把它展开去学习了 那这个说完之后呢 我们所复习的事业部这种类型 它所涉及的理论知识 就帮助大家 就把它全部总结了